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新的东西 是我们之前在第一册里面没有碰到过的 就是这样的音符 它是两个这样的音符连在一起 那么这个音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们之前最早学的 最早我们学过一个光头 然后呢 学了白头 之后又学了黑头 今天我们要学的呢 就是在黑头的基础上加一个尾巴 这个啊 我们叫做八分音符 那么以前我们都知道 黑头是唱一排 那这个八分音符是唱几排呢 这个八分音符呀 就好像是 就后面的尾巴就像是一把刀 它把这个黑头呢 给拆成了两半 所以呢 一个八分音符是唱半排 唱半排 好 那么这个八分音符和上面的这个两个连在一起的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我连续的写两个八分音符的话 那么为了写起来方便呢 它就会变成 把它的尾巴 两个尾巴连在一起 这个尾巴抬起来 这个尾巴也抬起来 就把它变成了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表达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两个八分音符 那我们刚才说 一个八分音符是半排 那两个八分音符是几排呢 想一想 如果有一个 本来有一个苹果 现在我切了一刀 这里当中是一半 这也是一半 那么合在一起 是不是一个苹果呀 所以如果这是半排 这也是半排 那它加在一起 是不是一排呢 好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就是唱一排 也就是我拍一下要唱两个音符 就是大 大 我手上只拍了一下 但是我嘴巴要念两次 大 大 好 这就是八分音符的概念了 好 苹妮 那我们一起来拍一下这首曲子的节奏 好不好 看啊 它一上来先是两组八分音符 对不对 那我们同样的先来拍这个二拍 先预备拍 一 二 一 起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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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继续第二行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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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对 好 那我们有一个办法 我们用手指头来画一个这样 一个勾 一下一上就是一拍 那么作为八分音符的话 它就可以前面一个音呢 是往下的 后面音是往上的 就是大大大大 你来试试看好不好 来预备 一二一起 大大大大大 你来唱呀 你怎么不唱啊 大大大大大大唱 大大大大大大大二 对了很好 这是一个办法 那么在美国这边呢 他们有一个老师 美国老师喜欢用的一个方法 他是用 one and two and one and two and 他就是说把one two one two 拆成了one and two and 正好是两个部分 那么就变成了八分音符 对不对 那我们也来用one and two and 来数一数好不好 那就是one and two and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and two one and two and one two one and two and one two 对 现在是这样子的 明白吗 这个方法你会不会用 那我们现在把音加进去 再试试看 我们也数one and two and 好不好 预备 起去唱 do re mi re do so la do so 二 do re mi fa so do mi re do ti do 二 对了 好的 很好 那么这首曲子一定要先把节奏搞清楚了 因为是个新的节奏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弹好不好 你来试试看 对 然后不要忘记啊 我们还是用断奏去弹 是吧 起 do mi r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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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很好 好的 那么在学这个八分音符的时候一定要怎么说的 我们先熟悉把它一个拆成两个这样的一种节奏 这个八分音符呢刚开始学的时候学生们可能会觉得有一些难 但是我们可以多练习一下 就是用手来拍大的拍子就是 一二一一 然后是 嘴巴呢是念小的八分音符 手上呢拍一个大拍子 让学生们有这种感觉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的好几课里面都会要练习这个八分音符的节奏 我们慢慢学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请点赞加订阅并转发 谢谢 再见 拜拜 고맙 感谢观看